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7月21号星期日 韩国总统尹新岳的夫人金剑西贪污腐败遭检方传唤 我说了这个五十步校百步 为什么有人说 说你看这能看出来了 这是民主国家 法治多么的健全 即使总统夫人也要给他抓进去 如果贪污腐败的话 这不属于五十步校百步吗 还有就是说他贪了一个迪奥的包 不是说有一个牧师给他送上一个迪奥的包 然后他就迷起迷起了 对不对 他说你看看 他说这彭丽丸人家送了多少个 彭丽丸可能送了两百个包 也没被抓起来 你说那也没有用 你知道吗 你不是 他关键是什么 彭丽丸是不会用迪奥的包的 彭丽丸出来之后 穿的都是中国产的衣服 他尽量都不用外国货 他刚开始刚上来的时候 还用过一次iPhone 被人抓到了 之后从这以后彭丽丸 你就看不见他用手机了 赶紧就不拿着手机了 你也不要你用啥 对不对 因为用啥都涉嫌到送广告 对不对 都不太好 但是彭丽丸出来之后 基本上他是 你看你要别的总统夫人 比如说你像这边 伊万卡 还有川普的 Molennia 他们出来的话 对不对 你都可以说 一出来这边放一张照片 然后这边开始 帽子什么品牌多少钱 然后上衣什么品牌多少钱 然后裤子什么品牌多少钱 鞋 对不对 一个一个的 然后实际上的首饰 手表包 对不对 都能给他们那帮人干什么 就给你这边列的 特别详细的一个清单 对不对 就跟前两天看那谁 聚俊叶是不是 聚俊叶出来了 然后一放聚叶穿一身衣服 然后这边看着 衣服什么品牌多少钱 然后旁边一看信用卡的账单 是王小飞的账单 哈哈哈哈 然后鞋 王小飞信 看着都是王小飞给卖的 逗死人的那个 反正网上网上就有人专门闲的 就干这个 你要刷小红书 竟然能看见这些东西 是不是 小红书真是一股清流 哈哈 好玩 有意思 所以就是说 但是你看彭丽媛 如果出来的话 你这边没法练 那衣服 他都是可能都是中国采访 给定制的 基本上不用外国东西 所以你说彭丽媛 什么收迪奥的包 二位包 他主要他也没法用 他说没有 你给他 他怎么戴家哥 这就没有用 所以当然 我也不是说中国就没有贪腐 中国也有贪腐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你不能说我贪腐的小 我就贪腐了一个第二包 我的东西便宜 对不对 你贪腐了几十亿上百亿 对不对 没错 话是这么说 就是说你贪的更多 你贪的更厉害 我贪的少 对不对 但是 都是贪了 你懂我意思吗 日本人打来了 对不对 他从北京一下跑到乌鲁木齐去了 对不对 你从北京跑到天津去了 对不对 你说你看 你看你真的跑那么远 你看我也跑了 我就跑过 不是那么个说法 你懂吗 跑了逃兵就是逃兵 逃了五十五 逃了一百步 是一样的 你看他贪了二十个亿 两百个亿 你贪了一个包 你也是贪腐了 这没有区别 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还是说什么 说你看法治 法治怎么着 法治不怎么着 我告诉你 马上就白百号出来顶罪了 他说这样 7月21号 今天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公布消息 说他们昨天20号 传唤了韩国总统尹新岳的夫人的金剑西 就金剑西家族操纵德意志汽车骨架 还有违规生数名牌包等进行的非公开调查 检方表示了调查从昨天20日下午1点30分开始 一直到了今天7月21日的上午到凌晨1点20分结束 耗时12个小时 叫来再好 在检察院里边 省了12个小时 到了凌晨1点20才结束 才能走 也挺辛苦的 多累 快睡着了 说金剑西及其家属在2009年到2012年间 参与操纵宝马汽车在韩经销商得意志汽车的股价 金剑西违反反贪法 2022年9月13号从旅美牧师崔在英处收受了价值300万韩元的迪奥的名牌包 但是已经有白二号出来替金剑西顶罪了 金剑西的助理向检方表示 说这个不是事实 说金剑西当天收到了迪奥包的时候 他是坚决不要的 你视频看他要了 对不对 当时要了 当时就觉得不想拨他面子就拿下来了 在他前脚一走 就你们视频没有录到的 金剑西马上就向我下达的命令 让我立刻将这个包退还 说后来为什么检方叫阿州这包迪奥迪奥 他说这样 金剑西当时已经下达了非常明确的命令 说这个绝不能要 让我一定要退还 但是我当时因为其他工作过于忙碌 而我暂时忘记了金剑西命令退还第二包的命令 所以当时就没有做 后来等你们检方一来 说坏了坏了 我给忘了 忘了退了 还在这 你知道吗 来 所以金剑西的作手说都是我的错 跟他没关系 好不好 别笑了 真别笑了 真的 就你这个五十步笑百步 就 就 这 我们是傻逼是吗 这种鬼话我们能信是吗 你们在逗我吧 真的在逗我吧 助手说了 说 宝账还了 我一直忘了 扯那个逼没有用 知道吗 真的 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贪了就是贪了 拿了就是拿了 不要再说什么这个那个了 当然现在是被抓了 但是说实话 你是检方抓了吗 不是 是这个崔在英牧师去送的时候 他自己拿了一个针孔摄像机把它录下来的 是这个崔在英 检举了他 明白吗 他一送的时候就录了录了之后就要去检举他 对不对 那多少送了没录的呢 你们检查出来了吗 对不对 我你你能相信他就只收了这一个包 就只收了这一次吗 别人没有送其他的东西吗 就只是崔在英录了 对不对 就是说他录下来的 你有视频 你现在不得不查 那些没录下来的呢 那些命令了助手去退还 助手全忘了的呢 就全忘了 对不对 你查了就说我忘了 没查就 那也是忘了 他就彻底忘了 对不对 你查你提醒我一下 所以我就说 就真的别五十步笑百步了 这种东西洗不了地 就别洗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何必呢 就大开其得了 而且我基本上我认为 只要尹新业还在当总统 金剑西基本上进不去 韩国都这样 一定低等他卸任了 然后下一个再来查他才行 但是现在看起来 尹新业生态 他也很担心 据说不敢去清瓦台了 觉得清瓦台不吉利 谁在清瓦台 谁卸任之后 被查 谁不是坐牢就跳楼 要不就自杀了 反正就清瓦台不吉利 他不敢去清瓦台了 不过我看他这意思 就有他这老婆 他恐怕吉利不了 我估计他可能最后 等他 你等着 你别说 他现在在任 你知道吗 检方还不好办 等他卸任了 你看着 金剑西和他家族跑不了 后面一堆事了 屁股上屎多了 这是因为他在任的总统 知道吗 所以还不好弄 知道吗 等他卸任你看着 知道吗 所以这东西就没办法 这贪腐这事 你说 你说韩国不查也查 但是这是履禁不绝 履禁不绝 你说他前面这帮总统乱一八道的 就因为这贪腐自杀了自杀 跳楼跳楼被抓了被抓 多少人了 你看耽误他接着收包 也不耽误 就叫文化的 就没办法 整个我觉得就东南亚 儒家文化圈 可能就都这文化的 你知道吗 就没法弄 你看日本那帮议员不也是吗 一弄就跟什么统一叫 也是各种金钱往来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不都是这样 就没辙 但是可能是稍微好一点 我也承认 可能收的礼不是很重 贪污的不是那么厉害 也就仅此而已 就是说的确 就是说他从北京跑到天津去了 那个从北京直接跑到乌鲁木区去了 跑得比较远 也就是这意思 好不好 那这些想到这里 谢谢大家